美食猎人中乔亚到底有多强 阿鲁和斯塔金同时释放出美食恶魔 但乔亚这个时候脸色一变 一个可怕的样子浮现 之后一阵刚风吹过 两人的美食恶魔 就像是灰尘一样直接被吹散 阿鲁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斯塔金也感叹不愧是 敢和美食会较量的人 但接下来阿鲁震惊地听到 乔亚的目标竟然是小松 这还得了 小娇七是阿鲁的底线 瞬间来到了高空 右手朝着蓄空翼 强大的锚钉枪射出 而斯塔金也同时发出了攻势 只是乔亚还是轻轻一挥刀 当紫色光芒闪过后 两人的攻击被化解于无形 不过这还没有完 这是两人的胸口 同时出现一道闪亮的伤口 二人身体中的后劲爆发 两人就此倒地不起 乔亚说着就要将小松带走 只是他们又一次地顽强地站了起来 但在绝对实力面前 依然还是无济于事 他们又被弹飞了 当乔亚走过阿鲁身边时 顽强的阿鲁只剩下抓住他脚力气 他绝对不允许有人碰他的小胶气 只是力量悬殊太大 之所以乔亚想得到小松 是因为小松在金字塔内 得到了那本古老的菜谱 而能得到此书的人 是需要究极食运的人 才可能遇到 也就是说小松 正是那万中无一的棋台 为了得到高 乔亚自然是不会放过他 就在阿鲁他们无能为力之时 一个声音传来 正是刚才被束缚的格布拉 乔亚看到不自量力的人又多了一个 将对方嘲讽了一通 但这时又一道声音传来 同时萨尼的攻击也到了 至此四大天王全员到齐 最后的决战即将来临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